吳醫師就說他的晚鄉預算的回報有什麼都沒大呢 這個沒大 通常還是有很多原因 我們很多人去檢討 一種運動不夠高 運動太多 一般來說通常是這樣 但是 這個要給他 這個回報 通常比較大來說 大概就是等到吃的這個比例 你一定要把他處理好使 通常是這樣子的這個情形 所以 在這裡就是說要增加 因為你回報就有量 所以你前期的一個藏要養好使 就是說他的營養要有夠 如果到開始要開花的時候 他把這個營養要有夠 因為你說的那個貝包沒大 最主要是那支冠 那支冠不夠大 這貝包大跟小就固定的 貸費就是很合肥的 所以很小顆的 不然來說 通常他最主要 去影響就是那支冠 那支花台 那支冠 那支冠要有夠大 所以冠要有夠大 就是在這個開花前 他的一個營養要有夠 他營養要有夠 營養要有夠 你讓他有夠 很強的一個淡數 所以有很多人說 那就是淡數 給他很多 其實沒什麼夠 這前期的時候 淡加比就是要給他淡多 但是不能沒有吃 這不可以太多 太多薄薪 這一般來說 他就比較容易 所以你在做前期的 這個營養行動 要開花之前 那十年要有夠 怕他後面起來 然後 開花時間差不多 你可以去給他喝水 喝水之後 他現在是有 抽起來的時候 你就是水分 開始有在抽回合的時候 水到肥 你還要把它倒下去 這時候可能就是 淡加差不多 所以淡幾乎 淡兩乎 讓他先抽一下 抽起來之後 你再把它調回來 再加工具 再淡一乎 這起來就 這個回合就比較大 所以 我們可以簡單這樣說 因為這個 你說有一個什麼東西 要把它倒下去 要回合就大支 其實沒有 這 之後 都這種 這個 有你可以嘗試看看 一般用這種 協力網 這種東西 他通常會比較大一點 但是 前期 你說 頭前的營養 他本身 還是你的球 本來就很散心 一般就比較沒有辦法 這是阿爸可以給你的建議 這個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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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去改善 或好 再操作看看 我只能這樣子 因為阿爸沒有親手 如果我經過 如果我經過一天 可能我可以跟你說得很熟 但是這個原理都是一樣的 包括我們人和的一個 例子 這個地灰 地灰在灰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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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灰 就要有這個 但我们和朋友们一起了解一下 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操作方式